现在就是因为中赛两国的交流越来越多 然后您也比较清楚这方面的情况 如果有人想来投资 您会建议哪些方向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方向 投资方向有很多的 我们现在越来越很多中国大企业 包括小的企业 小公司代表人 还有那些代表人过来考察越来越多 也有几个小工厂已经在准备在这里开了 有些已经开起来 现在为什么开工厂比较方便呢 我们这里欧洲我们塞尔亚的地 欧洲还是算价格最低的 我们现在工人费包括保险包括工资 相当跟欧洲比的话便宜两三倍 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大概是300到400万元工资 不含保险一个月 欧洲1000万元以下是找不到的 然后塞尔亚政府对中国还有对俄罗斯的公司 对欧洲也有但是没有那么多 有特殊情况特殊条件会补贴的 打个比方你有一个大工企业 中国企业投资800万欧元以上 他可以跟那个老板跟那个敬礼谈一下 给他游会条件 第一个游会条件是补贴按一个工人 他比如说有100个工人 他补贴给一次性补贴给这个公司 5000位按一个工人 那100个工人乘以5000是多少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他可以给他游会条件5年不用交利润税 什么税 利润税 如果要交是多少 利润税在塞尔亚是15% 一月的15% 就是优惠了15%的利润税 5年有些大公司10年都有 看你的投资规模 像那个Fiat汽车 他们是10年的 因为他们投资比较大 还有其他的游会条件 有些比如说有些地方 你要有好的项目 好的项目要做的 如果是项目很大 他可以地面非诚意 欧洲是看不到的东西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方便很多 合作方面很多 就要看看每个人的兴趣是什么 为什么呢 我了解的比较多 塞尔维亚在中国很多地方是叫欧洲之门 意思是这是欧洲的一个门户 为什么 我们塞尔维亚 如果中国或者其他的国家的企业 现在越来越多 我们鼓励他们过来的 在这里生产的东西 上面写塞尔维亚制造 整个欧洲是免关税的 俄罗斯免关税的 你从中国发货 发到欧洲 不是免关税 从俄罗斯 从中国发到俄罗斯 不是免税 而且这边 特别是对那些企业 对欧洲有兴趣 对欧洲这么近 意大利才700公里 匈牙利250公里 希拉600公里 奥地利600公里 英国才1000公里 德国1000公里 欧洲国家都很近 人家说运输费便宜 没有关税 所以对这个 不要看看塞尔维亚的市场 就看看整个欧洲的市场 那您说的免关税这一块是 泛指哪些范围的产品 都是免关税 所有的 所有的 不管什么产品 塞尔维亚制造 塞尔维亚生产的 全部都是免关税的 就不管是酒 主要是食品 服装 全部 房纸 主要是 刚才陈总提醒我 塞尔维亚产品是什么意思 你51%必须要在这里生产 等于说你一些配件 你可以从中国 从其他的国家带过来 但是产品的51% 这个很好算 这一个产品 比如说里面的系统是中国做的 外科是这里做的 然后这边的工人把它架在一起 需要多少钱 全部算起来 这个系统是多少钱 51%如果是中国的 他会给你一张 区域 一张区域 一张批完 这个是塞尔维亚产品 51%是塞尔维亚的 塞尔维亚的 那就是算塞尔维亚的 塞尔维亚的 对欧洲是免关税 就是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是在这一块 那塞尔维亚 那除了这一部分 塞尔维亚本身的资源 哪一部分 哪些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例如矿产资源 我知道像温泉这种旅游业资源 是挺丰富的 还有其他什么资源 是比较丰富的吗 人力资源 农业用地特别多 雪山也非常好 温泉我们塞尔维亚也可以说是欧洲方面的最丰富的温泉的一个国家 地下泉是温泉的 对地下泉 但是问题是没有开放的 就是这个问题的 有些温泉是很老的 然后国家就没钱把它装修起来的 然后呢 二十或者三十五十年前 是欧洲最好的 那时候铁头的时候 那时候是我们的温泉 最最好的 里面装修的最好的 很多外国人都来这里 有些是可以支很多 庇护兵 或者其他的兵 卫兵 但是因为没有投资 三十四十年以后 里面的很多东西就没用掉 所以有些是可以买过来 自己收购 有些是可以跟国家合作 把它装修起来 有很多方式 嗯 好的 农业用地 农业用地是这样 农业用地是用个人便宜不能买 但是你如果有想法 比如说一个大的农业公司 就是中国要过来投资 投资到农业 去牧业或者是机器或者其他的 你要投资的话 你可以找我们塞尔埃亚政府 塞尔埃亚政府有 一千多公顷的地 在塞尔埃亚北方 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地方 我也不听了 对 然后呢 他们这些地基本上都是租的 你如果有好的项目 你可以跟他们说 我需要500公顷的地 我有这种的一个计划 要把它发展 往什么方向 然后怎么做的 我要投资多少钱 我要跟你们合作 你们租给我 或者是让给我 或者怎么样 他们会让你 如果是用个人名买 不能买 哦 那这个公司要大的吗 是有限制的 没有 没有 就以公司名义就是 他就是说公司名义 又是和农业相关的产业 就可以去单独申请 对 如果随便可以买的话 嗯 所有的外国人 特别是欧洲 他们会过来 哎我也要 他们有些国家很有钱的 我们的地便宜 他们肯定会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十几年前 我们的政府下来一种这种规定 外国人 不可以买农业用地 哦 所以如果我过来 我想大面积的开展 因为他 你考虑一下 他买过来了 整个外国人 这个是空的农业用地 他买走 然后呢 他说生产的东西出口 那我们塞尔维亚 剩下来什么东西 现在还有塞尔维亚 对中国比较开放 塞尔维亚这边有一个 塞尔维亚对中国 对俄罗斯的合作委员会 专门针对所有的 中国跟俄罗斯的一切项目 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是通过这个委员会过来的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前总统 尼科里奇先生 他现在管欧洲跟中国跟俄罗斯的一切一切事情 他们现在也想经常去中国 中国跟那些想吸引大的企业 国营企业 吸引到这里来投资 跟他们合作 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考欧洲 欧洲就是完全听美国 我们跟美国没法做生意的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 塞尔维亚政府已经发现了 要多跟中国和俄罗斯合作 就是双方是一种构式吧 中国也有一个好的机会 中国社会就进去欧洲的市场 因为欧洲对中国比较严格 对中国的企业对很多政策都比较严格 然后呢中国你们都知道的 中国大企业去欧洲他们都会有很多 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条件 不让他们在那边做的 通过塞尔维亚他们可以进去 就是互相可以有更紧密的这种构式 谢谢队阳给我们解释这么清楚 不要